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读书简报》特别节目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卫报》的评论文章 标题为《大卫伦希曼的思想史评论》四处探索 这篇评论文章主要聚焦大卫伦希曼的最新书籍《思想史》 《平等、正义与革命》 探讨了这本书的背景、内容以及其背后的思想与方法 这本书是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伦希曼推出的一系列 基于其名为《思想史》播客的书籍之一 该书是继2022年出版的《面对利维坦》之后的第二本 旨在将播客中的对话风格保留下来 同时经过广泛的重写和改编 书中每一章聚焦一位著名思想家 如约瑟夫、熊彼特谈民主、约翰·罗尔斯谈正义 杰里米·边沁谈功利主义、弗里德里希尼采谈道德的系谱 以及西蒙娜、德波弗娃谈女权主义等等 首先 这篇评论文章对书中几乎完全缺乏 对所讨论思想家的直接引用提出了批评 评论认为 作者伦希曼似乎希望读者盲目接受 他对这些思想家的解释与总结 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文本 引用来展示这些思想家的原始观点 这种处理方式被认为 对读者显示出某种贵族式的轻蔑 仿佛读者需要简化的笔记 才能理解这些复杂的思想 其次 评论指出 这种缺乏引用的做法 也让伦希曼自己避免了 用具体文本证据证明他的观点 这使得书中对各位思想家的描述 变得平淡无奇 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独特性 与个人智慧 评论形容这本书 就像是一个21世纪的自由主义者 在对孩子们谈论唐纳德·特朗普 智能手机 格雷塔·桑伯格 或以前称为推特的社交网络时的单调低语 此外 评论还指出 伦希曼试图迎合一个想象中的 反制主义读者群体 通过不断地告知 读者这些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人物 似乎在故意拉近他们与现代大众的距离 然而 这种做法反而削弱了哲学本身的深度和价值 伦希曼在书中对一些思想家的描述也被认为不够准确 例如对西蒙娜德·波弗娃的看法 评论认为 他对他的评价更像是男人会说的那种话 尽管伦希曼试图将这些思想家与现代政治问题相关联 但评论指出 他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类比 例如 他对边庆功利主义的辩护 没有提到其现代转变为有效利他主义学派 而这一学派因为其追随者山姆·班克曼·弗里德所犯的加密欺诈而受到指责 评论认为 这种忽略反映了伦希曼在处理当代问题时的选择性和局限性 那么 伦希曼的这本书到底是如何地实现其目标的呢 从评论来看 他试图通过保持播客中的对话风格来使哲学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但这种做法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评论认为 书中的文字更像是舒缓的背景音 缺乏深度和挑战性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本书及其背后的动机和方法 首先 伦希曼选择将播客形式改编成书籍 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尝试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播客作为一种便捷的 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将其转化为书籍 可以说是希望将这种辩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延伸到阅读领域 然而 这种转化是否成功取决于如何在保留对话风格的同时 不失哲学讨论的深度和严谨性 其次 评论对书中缺乏引用的批评虽然有其道理 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或许伦希曼希望通过简化和总结 使复杂的哲学思想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这对于那些没有深厚哲学背景的读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友好的举措 然而 这种简化是否会导致对原始思想的误解和扭曲 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再者 伦希曼试图将传统哲学思想与现代问题相结合 这一尝试本身是有价值的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使哲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 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现实问题息息相关 尽管评论认为 他的这种尝试有些牵强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跨时代的对话 可以启发读者从新的角度思考当代问题 总的来说 大卫伦希曼的思想史 平等 正义与革命 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虽然在一些方面受到了批评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创新尝试 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 是否能够进一步在保持对话风格的同时 提升讨论的深度和严谨性 将是伦希曼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这就是今天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探讨了《卫报》 关于大卫伦希曼新书的评论 分析了其中的优缺点和背后的动机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思想史 平等 正义与革命 是大卫伦希曼根据他主持的同名播客 改编而成的书籍 这本书通过保留原始播客的对话风格 对十二位思想家的理念 进行重新诠释和探讨 试图在现代政治背景下 理解这些伟大思想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书中的每一章都专门介绍了一位思想家 从熊比特的民主观到边沁的功利主义 再到尼采的道德系谱 及波伏娃的女权主义 涵盖了多个领域的核心概念 然而 伦希曼的处理方式引起了部分评论家的不满 他们觉得这本书缺乏对这些思想家原文的引用 彷彿强调了作者对读者理解能力的不信任 这种做法使得伦希曼不必在文本中提供具体证据来支撑他的观点 而是直接给出自己对这些思想的解释 伦希曼试图通过现代事件和流行文化来使这些哲学思想变得更具相关性 但这种方式有时被批评为过于简化和迎合反制主义的读者 他对一些思想家如边沁和罗尔斯的辩护 以及对波伏娃的批评引起了不同读者的反应 认为他过于主观且缺乏原文支持 尽管如此 这本书仍提供了对各个思想家的深入讨论 试图在当代社会中找到这些思想的应用和意义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对话和现代比喻 来了解哲学思想的人来说 这本书可能是一个好的起点 然而 对于那些寻求更严谨学术分析和原始文本的人来说 这本书可能显得不够深入和具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来讨论大卫伦希曼的思想史 这本书基于他的播客节目改编而成 我认为这是一个创新的尝试 将严肃的学术讨论转化为更易理解的形式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这不仅仅仅是一本书 而是一个知识普及的工具 哦 天书 我真佩服你的乐观精神 你说这是知识普及 但事实是 伦希曼这么做完全忽略了原始文本的价值 就像是把牛排磨成汉堡肉一样 味道完全不同 他的做法就像在告诉我们这些伟大的哲学家说了些什么 但却不展示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里面充满了对读者的轻视 仿佛我们无法处理原始的内容 只能吃这些被嚼烂了的思想碎片 琪琪 你这话有点过火了吧 伦希曼的意图是把复杂的哲学概念变得更平易近人 这是一种教育策略 想象一下 如果一位高中生看了这本书 对尼采和罗尔斯产生了兴趣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而且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读原始文本 这种转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入门 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推销素食面 你说的是教育策略 但我看这更像是个懒人指南 完全不尊重原作 你提到高中生 但问题是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全部 永远不会去读原作 这不就像让人们认为 即时咖啡就是县煮咖啡的全部一样荒谬吗 而且 伦希曼甚至没有提到一些现代重要的讨论 比如有效利他主义 这可是一个重大疏漏 其其 我承认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现实 伦希曼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重要的思想 而且 他在书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引用 只是选择了更简明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不能因为形式的改变就全盘否定他的努力 这是对现代读者需求的一种回应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自由引导人民这首歌 有时候 简单的旋律更能打动人心 天书我的朋友 你真是把幽默和机制发挥到了极致 我承认 形式的改变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思想 但这也要有个限度 伦希曼的做法就像是把红酒西式成葡萄汁 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 你提到自由引导人民 但要知道 这首歌之所以动人 是因为它保留了情感的真实 而伦希曼的书却让人觉得像是在听一个无聊的广播 缺少了原始思想的真实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本书真是个大杂烩 思想史 不用说 你可能的多沾点匠才嚼得动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卫 伦希曼 借用了他和海伦 汤普森在 政治谈话 节目中的对话风格 试图把这些深奥的哲学讨论简化成一碗温吞的鸡汤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个新颖的尝试 但如果你是个硬核读书迷 那这可能会让你不禁挠头 首先 书中缺乏直接饮用让人感觉像在吃一碗没有盐的汤 伦希曼似乎认为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无法消化那些艰深的哲学原文 于是选择了霍布斯认为 这种简单的说法完全跳过了证据 这种方式让人感觉像是被当成智商不足的小孩子对待 还有点贵族式的居高临下 你想从弗雷德里克到格拉斯或者尼采那样的思想家那儿得到些启发 对不起这里没有直接引用只有伦希曼的解释 这让我们无法真正感受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智慧 更搞笑的是伦希曼还试图用现代流行文化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什么唐纳德特朗普智能手机甚至格雷塔桑伯格都被拉来凑热闹 这样做不仅没有帮助反而让人感觉像在看一个酷叔叔在努力装年轻 那些对1990年代另类摇滚有点了解的人可能还会被他的锯齿状的小药丸这类引用逗笑 但这似乎和哲学讨论毫无关系 伦希曼的这种简单化哲学的做法不仅没有增加哲学的亲和力 反而显得有点尴尬 他甚至在谈论边沁和罗尔斯时 也要插上一句他们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 仿佛在安慰我们这些反制的读者 不过 他还是忍不住批评了西蒙娜 德 波弗娃 说他的某些观点是男人会说的那种话 这倒是有点不够觉醒 至于伦希曼对边沁功利主义的辩护 简直让人感觉像在看一个时代错位的英雄崇拜 伦希曼把边沁描绘成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却完全忽略了现代有效利他主义学派 这个学派最近因山姆 班克曼 弗里德的巨额加密欺诈而丢尽了脸 这样的忽略让人不禁怀疑 伦希曼到底是想让我们理解这些哲学家 还是只想让我们觉得他很在行 总体来说 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杂音不断的播客 让你感觉舒服 但却一点也不深入 伦希曼的 思想史 可能适合那些想在堆放洗碗机时轻松消遣的人 但如果你真想了解这些思想家的精髓 还是去读原著吧 这样的简化让人觉得 这本书只是为了迎合一个想象中的反制主义读者群 而非真正的哲学爱好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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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